押金都不退 我给你交什么方 我给 押金我可以给你退 但是你把我皇子现在弄成这样 你给我收拾好了 我就给你退押金 还楼底下 你把楼底下弄 你敢相信吗 小伙被女房东扣6000押金 怒将黄色液体灌进屋子 房东表示 赔大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上期视频我们讲到 刚刚毕业的小李租下了 秦女士一间装修好的公寓 开始跟房东相处的还不错 但是很快 小李就发现自己卷入了一种财务陷阱 和不公对待的恶性循环 今天是洗衣机坏了 然后房东就开始扣押金 最后空调又出现故障了 还是扣押金 面对秦女士频繁的检查和苛责 这个氛围也是越来越紧张了 最终小李因为工作上面的一些事 需要提前退租 跟秦女士聊来聊去 秦女士却说 你这个押金我反正是扣光了 租金我也不给你退了 因为啥呢 签了六个月 你要提前退租 那我根本不可能给你退的呀 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小李非常奋斗 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正义 那么小李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 当然 如果你想了解案件的全部过程 欢迎大家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观看更多上级精神的 现在我们接着往下看 当秦女士费尽千辛万苦打开房门的那一刻 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崩溃 曾经干净整洁的墙壁给涂上了刺眼的黄色叶景 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走进客厅 地上到处都是污浊的积水 原本崭新的沙发 茶几如今浸泡在水中 破烂不堪 精心挑选的绿植盆栽被恶意摔碎 染上污泥的泥土散落一地 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混杂着腐烂的食物残障 发出了阵阵恶臭 卧室的床铺和衣柜更是一片狼藉 曾经整齐叠放的被褥 如今湿漉漉的团在一起 散发出令人作物的没味 看着满目创意的爱潮 秦女士再也支撑不住的 瘫坐在污水中嚎啕打哭 她万万没想到啊 自己的贪婪和刻薄 竟会把一个善良政治的年轻人逼到如此绝境 此时此刻小李在租房期间的种种委屈和不甘 如泄洪般涌上秦女士的心头 她后悔莫及 恨不得自己给自己一个耳光 当秦女士哭着打电话质问小李 要求她赔偿时 小李冷笑一声说道 那六千块的房租我不要了 送你了 很快这件离奇的房租纠纷在当地引起的轩然大波 秦女士的邻居朋友 其他房客如都不议论纷纷 很多年轻租客对秦女士的所作所为表示强烈的不满和谴责 他们痛斥秦女士没有良心 借着押金房租之名对租客变相的剥削 气压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 面对舆论的巨大压力 秦女士颓然的选择了报警 她扬言要起诉小李 要她赔偿30万以上的损失 这件事情虽然不是新发生的 但却知道我们警示 那么事情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呢 小李会赔偿房东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也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进入主页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